天亮了 起来找鸟了 昨天晚上有一只小叫伙飞出去 没有飞回来 有一只小叫伙的矮颜复发了 昨天下午捉了上药 他可能生气了 飞出去没飞回来 把跟他同窝的这三只拿出来 让他叫 应该可以把他叫回来 昨天晚上最后一次看到他在这个竹子上面 应该是在这个竹子上面过了一个晚上 但是早上起来又看不到鸟了 把猫猫虫放出来 让他到处飞 看看能不能把那只小叫伙带回来 走 去把你的分子找回来 飞起来了 早上他好兴奋啊 又飞回来了 转了好几圈了 发现你的分子没有 把小硬带也放出来帮忙找 早了一早上了 叫声都听不到 去 帮忙找鸟去 走 飞起来 飞呗 看那边的太阳都出来了 他还是没有飞回来 我感觉他就在附近 在哪个角落偷偷玩起来 但是他就是不吭声 只能等他饿了才会飞回来了 现在已经中午了 还是没有飞回去 现在要出来再找一圈 上午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 去年小绿蛋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那些鹰科类的鸟就在这里活动 隐藏在这里面 小绿蛋应该就是被老鹰捉了 吃掉了 到处找了一遍 没有发现了 我怀疑是不是昨天晚上在外面过夜 被别的动物咬了 这小屋突然从天而降 吓我一跳 你这样会吓死鹰的 这里眼影都没有一个 本来就有点害怕 突然跑出来吓我一跳 你要吓死我啊 刚飞过来马上就趴在我手上了 你要吓死我啊 看它直接趴在我手上 你点头什么意思啊 我又听不懂 小心有老鹰 那些老鹰就经常隐藏在这些竹子上 你要小心一点 别被捉走了 来在地上捉虫子吃 过来 这里 在这里看到没有 这么大一只 掉到哪里去了 这里又有一只 这么大一只的 这个草虫里面好多蝗虫 又不吃 跑去做什么东西 整个圣子扎到草虫里面去了 这蝗虫它煮死了 又不吃 不吃蝗虫的 这小屋都不吃蝗虫的 蝗虫你又不吃 走了 给你找鸟去 又出来找了好久 没有发现 只能先回去了 现在已经18点20分了 这小家伙还是没有回来 看来已经凶多吉少了 今天找了一天的鸟 这么久都没回来 看来没有希望了 只能等奇迹出现了 你可不要大处乱飞 飞出去一到老鹰就麻烦了 像小鹰蛋跟毛毛虫这些 随便放都没事 喊一下它就回来了 那只小家伙就不行 那只小家伙昨天下午坐来擦药 可能是受到惊吓了 吓到它了 它就有点怕我了 所以就喊不回来 也许那只小家伙跟我的缘分已经近了 随它去吧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出现奇迹